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7月13日 卡玛亚有力擒下贺根 周二凌晨,瑞典超同时有二场比赛展开争夺 届时卡玛亚将主场迎战贺根 由于客队本赛季做客还未开斋 球队做客争胜能力极为欠缺 此番并不堪好贺根能够全身而退 本赛季卡玛亚的开局较为不俗 球队取得三胜五合一负 唯一的失利是面对强大的马模 卡玛亚的战绩超过五成的合局 赛季至今球队只有八个失球 军场不足一个失球 在瑞典超属于较为出色的防守表现 同时,卡玛亚本赛季主场斩获二胜二合的战绩 仅在此前面对哈玛比的比赛中有一个失球 足以可见卡玛亚主场防守十分强悍 不过卡玛亚最近的表现显得争胜能力不足 过去六场联赛 卡玛亚只获得一场胜利 进攻水准不算十分突出 此外,欧贝至本赛季为卡玛亚贡献了三个入球 但是全部都是做客取得 想必他也十分希望在主场建功 帮助球队延续主场的好表现 赫根季出的表现极其糟糕 球队是以一波联赛三连败作为开局 联赛投七场比赛 他们难求一胜并且吞下四场失利 来到最近 赫根连续在主场获得胜利 二战收获五个入球 展现出较强的进攻表现 其实赫根本赛季进攻的表现上算合格 除了首战不敌贤史泰斯没有入球 其余比赛都能够取得入球 不过他们的防守更为糟糕 联赛至今常常有失球 就算最近连胜球队都延续了这个传统 此外 赫根的作客表现并不好 赛季至今尚未在课场取得过胜利 此前三场作客是全部一比一 这个比分战盒 相较而言疲软的作客表现 将导致赫根金帐出征难以夺得分数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就马上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